身穿黄色低胸顽礼服 画面美出新高度的甲铃 你能想象八个月前她长这样 全是最极致的爱自己 41岁中国女星甲铃为电影热辣滚烫积极瘦身 八月内减掉50公斤等同半个自己 电影主题曲一切都来得及 MV中胖瘦甲铃站在一起形成强烈对比 画面还穿插一年来运动减重的过程 励志画面让人看了热泪盈眶 看看这里 未来这里都是苦鸡 甲铃强调减重过程都很健康 减肥期间大都吃全麦面包加一些坚果 搭配运动每个月平均可以瘦4-5公斤 今天的网友朋友我现在卡冲卡了20个 体重0-4公斤 我每天还能吃减重三分 如果这个时候要有什么经验 想跟你们分享 就能吃了 最终鱼片 葱油鸡 剁椒牛肉 甲铃也大方公开14天减重食谱 让大家参考 还有未来的自己要被珍惜 一切都来得及 现在就爱自己 我不变得善良是第一期 身子和自己的快乐心 鼓励 整个世界一切都爱着你 一切都来得及 带着所有勇气 我的美好只在回忆 还有未来的自己需要被珍惜 现在就开始好好爱自己 还有未来的自己需要被珍惜 现在就开始好好爱自己 他开始热爱生活 他开始相信自己 他开始逐步递进 他开始救赎自己 他接受了所有的事与愿美 接受了所有的分道扬镳 接受了所有的事事无常 他开始把一切都看得无所畏惧 他开始拒绝任何让自己内耗的事情 他渐渐的开始不惧怕孤独 他学会了一个人扛下所有事情 他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陷入自我怀疑 他正在向好的方向前行 他正在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勇敢 他一定会是我 是 贾林村朋友减重50公斤 自导自演的中国片热辣滚 他们票房破28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122个亿啊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 我现在卡秤卡了20点 体重无私胖 我每天还在吃减脂餐 我每天都在吃减脂餐 您之前一月份的时候 您说的如果在镀眼的现场 能够见到您的话 可不可以有机会的话 给您一个拥抱 那我现在很勇敢的 大胆的想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给您一个拥抱 从人生无望的大尺码宅女 锻炼成积极向上的拳击手 贾林从拍摄到宣传 都呈现情绪很满的状态 哎 醒了 没醒 太阳火焰也进来 你说你这些年 你为这家做啥工具啊 靠风怎么乱 不敢听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 但是总受伤害 该片MV推陈出新 也全走温暖快乐 励志路线又周深的小美满 大张伟好极乐漂亮 也是热热闹闹乐观爆棚 没想到这样不够 计划通贾林寄出洒手剑 一切都太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毕竟人生已过了一半了 他第一次前辞 很夸一年拍一支MV 让胖瘦两个自己对唱 一切都来得及 一切都来得及 你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 可是我 就这样昏暖 而人生过了一半了 亲爱的还有另一半呢 可是我 并不知道怎样去适应这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 可是我 你善良也勇敢你就是这世上最好的 难道你现在都没有发现吗 什么都不用改变你 什么都不用改变你 你只需要爱自己 爱自己 还有未来的自己要被珍惜 一切都来得及 一切都来得及 现在就爱自己 我不变得善良 又是第一期 生子和自己的快乐 心影孤立 整个世界 一直都爱着你 还有未来的自己 还有未来的自己 需要被珍惜 现在就开始好好爱自己 我已经从去年六月份已经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了 所以今天稍微有一点紧张 如果一会表现不好的话 多包容一下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要减肥 不是 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旁白哥爆爆 41岁女星 甲林真枪实弹练拳 一年瘦50公斤 减掉半个自己 是2014年日本电影《百元遮恋》描述超废又社恐的 邋遢宅女和妹妹起了肢体之乎 退无可退 只好前进 离家走自己的路 她被前男友击到啊 开始有兴趣和生活重心 就是练拳 小人物大励志很好哭呢 2014年贾玲改编该片 自导自演中国春节党电影热辣滚烫 哇不到三天票房充四十亿元啊 什么梦想啊 走路都飞 她打枪了 这人怎么三十岁了 人家这么去工作都没有 他摸得了 摘得谁呢 我想跟你分手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事 将来咋整 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 我说你擅长 我跟着你照着 你说你这些年里为这家做啥工家 活活不干 你找工作工作不去 你想干啥呀 其实我挺喜欢全职的 两个人打成那样 最后还能抱在一起 我以为想得到拥抱 只要对人好才行呢 别动手 走 我想参加全职比赛 哦 要减肥 不是 我要参加全职比赛 如果你在电影院看到的是奖林用电脑做了一个这个 你会被这个故事打动吗 因为我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想表达的东西 它必须用真情实感 必须用血肉汗来换 对生活失去希望 然后很笨重的感觉 然后我就开始吃 就一直不断地增到 我觉得当时我记得增到210 我属于天选健身人 就是我的腿很粗 你也知道腿部有力量的话 就是运动起来就会 底盘很稳 如果我能够扛住这个胆 我就能拥有这个镜头 我从来没有认为 我的胖是大家喜欢我的理由 三立娱乐新闻 爱已至此怎样的说法 瘦能成为理由 报道 击地观音乐 美人 愿 嬛 背在电话 by bwd6